不断的在加强当中 因为中国大陆海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去年是海军节吧 还是建军多少年 有一个影片 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很清楚 中国大陆海军的建军方向 就走向深蓝海军 深蓝海军就到五大洋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 priority前提还是太平洋 那就是以岛链作为 最好进展的一个标志 第一岛链老早不在了 第一岛链你知道 从大概前年去年开始 辽宁号山东号 一直在台湾的东部水域活动 那这也要 谢谢裴洛西小姐 裴洛西小姐来台湾一趟以后 中国大陆不但收回了 所谓的两岸的中线 中线概念没有 大陆的军舰 大量 长期在台湾东部水域出现 这个代表的意涵 不是只是说大陆对台湾 只行军事威胁而言 不是啊 代表大陆已经正式在第二岛链进行常态性的 所谓的战备 战备仅巡了 那还有大规模的演习了 那再一步的话就是突破第二岛链往第三岛链走 我认为第三岛链应该是等这个福建号 出来以后 成军以后 入列以后 就是突破第二岛链 进入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的海域 进行演练 大规模长期化的演练的一个开始 那现在就是说 第一岛链也不存在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 这一次如果山东号 它走我们这个巴士海峡 距离 俄乱比60海里 这是我们国防部讲的 最近的一次 贴近台湾南部的 这个俄乱比 然后继续往东走 然后八艘军舰从这个宫国海峡 跟这个流球群岛中间 穿越以后 直接往这个所谓的 往这个东南海域 基本上一看这个态势 就是说这八艘军舰 是要跟山东号 在东南 台湾东南的水域会合 继续往南走 就往这个接近关岛的水域 关岛的水域 上一次我记得 大概是接近是四百公里 在四百公里在那边 呆了好几天 做什么 做这个整个说 航母战斗群的一种 战略战术演练 实战化战术战略演练 那当然就是飞机起降 然后做这种说要反潜 还有就是说联合作战 就是说海空联合作战 那这些做一个演练 那剑制美国 直接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施压 那就是说 也不是搞抵径侦查 那这次看 是距离三百呢 还是两百 比上次四百更推进就是 对对对 应该会更推进 不过有没有推进 不过这次规模比那次大 这次你看八艘 船舰比较多 船舰比较多 所以过去人家就说 台海紧张 都是美国在后面三风点火 不能一紧张了 对不对 就以拿台湾作为主要目标 来怎么样 来反制 那应该去找美国 结果去了 结果就去了 所以很多话你就是不要讲出来 讲出来中国大陆就去了 所以现在美国终于也承认了 就是说中国的军事力量 是一个走向全球 不是只有局限在台海 对 这个已经 我觉得中国大陆 尤其这个十几年来的建军方向 还有装备的建立方向 我觉得就是要走向全球 因为这个叫 军事数据叫投射能力 这个投射就projection 你要往外投射 美国人最喜欢讲这个 军力投射 快速部署 快速投射 中国大陆最近有几个 几个这种 因为你说境外打击能力 或者区域巨组能力 东风系统是一大利器 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海军 这个航母跟什么 这个05大区 这一系列的先进的这种 这种海军舰艇 那这个就是你怎么 你可以做区域巨组 可是你要兵力投射 你要把能够陆战的部队 还有怎么样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 海军陆战队的你能够投射出去 那这个需要什么 需要两个武器 一个是什么 大规模的运输机 那运20 基本上就是中国军力投射的一个工具 要不然你就是工奖 你运20 你要攻占岛屿或者攻占 你要在海外的某处进行地面作战 那运20要把大量的兵员 能够快速运到 那这个运到另外还要能够空投 大量的地面作战的重武器 包括坦克 自走炮 甚至榴弹炮 这里都要 还有大量的军火 要立刻送到战地 那这个投射力量 那中国大陆快速投射法 基本靠什么 靠运20 我觉得运20就是一个 中国军事力一行走向全球 也不是走向全球 而是全球投射 军力投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环节 突破 第二个突破是什么 现在就是075 两栖攻击舰 跟076 两栖攻击舰 075两栖攻击舰 现在大概有六艘吧 还是大概还更多 那以前还有072 072老早就有了 数目现在不少 这个都叫两栖攻击舰 072大概是两万吨 075是四万吨 076也四万吨 可是最近076 给大家看到的讯息 是076上面也有弹射跑道 那通常这种是所谓的 怎么讲呢 它不是供战斗机起楼 人家这个弹射跑道是做无人机的 因为这种076本来这个直 就是说大陆的这种反潜 还有攻击性直升机 是可以停在这个四万吨的 这个所谓075的 两栖攻击舰上面 那这两栖攻击舰 基本上是什么 也是一种兵力投射 因为它不像航母 航母是一个什么 一个大飞机的战斗机的平台 那这个075跟076上面 基本上它有气垫船 它这个气垫船可以怎么样 登陆用的 登陆占领用的 登陆占领用的 而这个气垫船大到里面 可以放装甲车 然后还有人员 把人员带 然后海军陆战队可以到 1200到1500个军援 只有在这个两栖 因为它4万吨非常的大 所以它又是一个 兵力投射的利器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 就是说你要兵力投射的话 以现在美国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有这个大型的运输机 第二个 你有这两栖攻击舰 第三个海外基地 美国的海外基地 基本上在80个国家 有将近600个基地 对不对 这是它二次大战以后 霸权的一个基础 那美国人今天就在 一直在算 就是说中国大陆 第一个吉布地 第二个这个云亮港 第三个索罗门 他们都算出来了 那是不是 还有在西非 可能跑到这个非洲 可能伊索比亚 会给它一个基地 未必不知道 那美国每天都在写报告 下一步中国大陆 就是海外基地 那现在中国大陆 只有一个吉布地 就一个吉布地 吉布地这个 这个不难 因为这个国家的立国目标 就是让外国来建立军事基地的 靠着赚钱 收租金 收租金 那加上这个云亮 云亮是不是中国大陆的 那美国的预测就是说 你看一带一路修了那么多港 都是中国大陆港 这个很多港口被中国大陆的 这个 已经租借下来经营了 所以这个印度就很怕 因为斯里兰卡 有中国大陆建的这个海港 那就很怕变成中国的海军基地 所以在印度洋方面 然后再到波斯湾 然后再到非洲 然后再往南太 美国到处每天 草木皆兵 再写了好多报告 不过你要军国 中国继续走的话 这是必然的 这必然的 我们讲两栖攻击舰 像日本讲了半天什么初云号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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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这些号 基本上就4万对两栖攻击舰 它上面它也是 它的舰载机是所谓的F35 F35是随之起降 所以它不是 不需要滑行跑道 那今天福建号 基本上40架舰载机 然后它是电池弹射 你知道美国10艘航母里面 只有福特号把 是用电池弹射 雷根号福特号把 我没记错 其他都还是 所谓的蒸汽弹射的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福建号是直接跳带 越带 从这个滑跳式的 不经过这个 所谓的蒸汽弹射 直接走到电池弹射 它的速度快 速度快 弹力大 所以福建号出来以后 就战略上会改观 那我认为就是说 福建号应该是中国大陆 从第二岛链 走出走入第三岛链 突破第二岛链 进入第三岛链 跟第二岛链的 水域的一个怎么样 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可能也就是未来 一年 因为最近看起来福特号的 福建号的上面的第三条 所谓的电池弹射跑道 轨道 已经上面的这个 搭载的棚架已经拿掉了 那进行这个海测 海测过去大概都是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另外还有就是说 它的舰载机 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歼35 那么已经都已经公布了 然后呢 听说已经在陆地上先建 先做这个 飞机起降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展会很快 那我觉得大陆基本上 也在争取时间 因为双方都在争取时间 那走向全球 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正在走 先满步太平洋在走 以太平洋 我觉得就是说三个岛链突破 然后呢 到突破到第三岛 第三岛呢 就是夏威夷这一线了 那么去年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已经在夏威复近 举行联合军演了 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会不会在下一次的巡航 联合巡航 就不走这个白令海 北边呢 它直接穿越往 这个夏威夷第三岛链的逼近 那么就是中俄海军联合巡舰 那等福建号出来以后 那么比较这个演练比较成熟的 可能就是三冬号 它可能会第一个是突破第二岛链 在第三岛链跟第二岛链进行 这个演习 军事演习的 我估计大概就是明年底 或者说后年初 大概这些战备部署 跟它的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突破岛链的这种 军事实践就会达成 我们就开始开放了 当中歷史的 军事实践上 如果是这种词 我们就开始开放了